这幅作品画的是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那时候他们非常的可爱 我的小孩是双胞胎 所以都是自己照顾 他们小时候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那一直很喜欢他小时候的样子 然后我每次常常都会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还给我小时候的小可爱 那这幅是我把他小时候的照片 然后再加上一些修改 例如说帽子是我另外加上去的 那这个下面毛毛绒的东西 都是我另外在额外在这张作品 为了配合他的气质 配合这种感觉 所以我又另外做了不一样的基地 然后把他做焦点式的呈现 呈现出他这种可爱 然后很萌的感觉 然后让人忍不住 就想要去抱他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我的心肝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